介绍一下这次比赛 我们今年是中国熊猫杯中文演讲比赛第八届 我们从2013年开始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就举办熊猫杯中文系列比赛 和当地的华文教育学会合作 和加拿大国际电视台合作来搞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的初衷就是为当地学习汉语的学生们 尤其是华语的学生们 提供一个展示自己 锻炼自己 考察自己和提高自己的一个平台 让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 将来为中加两国的友好和合作 为提高自己 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创造机会